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场直播 然后明天晚上就跨年了 然后礼拜天就是中华民国的112年 也是2023年 来 我们的call in专线是02236399 这个后面还有那个飞碟联播网 UFO Network的这个小标签在后面 来来来 我们要让所有的朋友都有机会打进来 曾经抽过奖的朋友就不要再打了 因为我们那个小编那边有那个Excel的档案有记录 这个抽过奖的朋友就别打了 我们让其他的朋友呢 有机会能够 那如果你是大陆地区的朋友打进来的话 除了这件衣服 还加正那个这个绝版的纪念表一支 好不好 没有通关密语啦 什么什么 刚刚海员宝宝骗人说什么 没有通关密语 你只要打进来告诉我 我住哪里 姓什么 那电话不要挂 然后我们就会把电话转给我们小编 然后呢就会把这件这个纪念T恤了 当然要等下礼拜啊 等到元旦的廉价过后 然后呢 那个阿志啊 元旦有廉价吗 有廉价有啊 反正礼拜一我们两个都要来 我跟阿志这种人是没有廉价可言的 阿志你礼拜一会来吧 有没有廉价跟我跟阿志都没什么 礼拜一有廉价 来来来来 限量是残酷的 只有一个名额啦 这点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我们的奖品非常的有限 但是理清 这外面有钱买不到 好不好 而且这件是我们电台做的纪念铁铁铁面 最好穿的一件 没有通关密语 接到朋友啊 这个恭喜你中奖来 你好 喂喂喂 你好你好 喂 是你好 您住哪个贵心 你好 反正礼拜一 哦 哦 是那个贺 贺文哥的节目吗 是你是哪一位 我姓旅 双口旅啊 对啊 你人在印度啊 你还知道我 嘿 不是你人在印度也能打进来 不行吗 不可以吗 所以你是打越洋电话打进来啊 对啊 可是我要怎么把东西寄到印度给你 哎呀 贺文哥你干嘛啊 你不要说话不算数好不好 当然算数啊 这么多人在听 你人真的在印度啊 对啊 赶紧让你去寄我的地址呀 好好好 那个文琪我们有办法寄到印度去吗 不不确定吗 去到大陆就好了 我留大陆的地址 你留大陆的地址啦 你不要为难我们小编寄到印度去 哎呀 赶紧把电话转给阿智啦 惠文哥 为什么要转给阿智 我怕我留不到这件衣服 你已经获得了啦 我们聊一下啦 你人在印度多花你一点越洋电话的钱啊 哎呀我不要啦 惠文哥 没有 你要跟大家讲 我怕我失去这件衣服 我好不容易打进来 对 你是新疆的吕小姐 对不对 对啊 对 然后你就是唱那个好听的那一个嘛 对不对 对啊 我认得出来你是谁 但是其他的人跟你没那么熟 所以你在印度 不需要啦 惠文哥我好开心哦 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现在脑袋是空白的 没有啦 这个李小姐 你打进来的一切都是运气 这是你的缘分 你跟这件衣服 还有我们那个纪念表 我要再加送你这纪念表 因为你是大陆的朋友 当然就刚才讲的啊 你就真的打进来 而且人在印度这么远 你到印度出差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明年三四月 明年三四月啊 好那我明年三四月 奖品再寄给你好了 那我就跟你绝交 我本来就不认识你啊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就好 你为什么跟你杭州的那个男朋友分手 哎呀 你怎么这么八卦 我是帮别人问的 别人是谁 别人就是你吧 不是我啦 我们有很多聊天室 有很多有为的这个青年啦 你不要让别人先自来问我啦 你不要 你不方便公开讲就对了 好不好 那个李小姐你电话不要挂 电话不要挂 来我们请我们这个 这个既然被新疆的李小姐 她人在印度出差 既然这个电话就接到的是她 这个一切都是叉叉的安排好不好 这个要留大陆的 你叫我寄到印度去 这有点困难度 看他大陆的这个 这个家人亲友 有谁能够带收这个 这个奖品 除了这件这个蓝色的 我们的纪念T恤之外 我们说到做到 那个纪念表 纪念表可能要那个 可能要再晚一点 这个这个要请李小姐 因为我们的 这样我这样会不会讲太多 我们的那个 我们电台的这个 这个主管呢 出国去玩了 这令人令人这个 发指的一件事情 她昨天赖我了 我们电台的主管跟我讲说 她要出国去玩 这害我心情这个荡到谷底 国家都快倒了 你出国去玩 好谢谢文琪 谢谢这个这个留下 我们李小姐的这个 所以那我们的这个奖品是在 这个我们主管的那个 她保管的 所以可能要到下礼拜 没关系啦 这个反正新郎 吕家姐我们又不是不熟 这个会晚个几天 但是一定会把 这个纪念手表 跟纪念的T恤呢 这个在这个 最短的时间之内 寄到你大陆的这个 联络的这个地址 那天那个 那个克莱尔 没有 乡民大会的克莱尔 他不是送那个写真书 有没有 那克莱尔 他说只要乡民大会订阅12万 就送五本他签名的那个写真书给大家 限台湾地区 我觉得你这个很奇怪 怎么限台湾地区呢 那大陆地区的朋友不能抽吗 这我觉得这很奇怪啊 这到底在想什么 他克莱尔是个很单纯的 很善良的一个女生 就是 他们制作单位 拿稿子给他念 他就照着稿子念 你知道吗 我跟他讲说 那个谁啊 那个北京刘泰啊 他都寄他小朋友的拙力给我 我晚上再拿给大家看 因为晚上 晚上十点我要开直播 在我自己YT的频道 今天这个 12月的最后礼拜五 那个我已经收到了 他从北京寄给我了 北京的刘泰啊 他不是一个小朋友 叫我阿姑吗 然后他做了一个 2023年的那个拙力 他从北京寄给我 我已经收到了 在我家 他能够寄给我 那理论上我也能够 这个克莱尔也能够 把他的写真书寄给 大陆地区的这个 这个观众啊 所以我那天跟他讲 我说 为什么大陆寄 现在这种物流这么方便 对不对 这个一定可以 这个寄到那里去的 这个没想到 中奖的竟然是吕小姐 好不好 恭喜吕小姐 这个 其他没有中奖的朋友 也跟你说声 这个谢谢参加 谢谢参加 有打就有机会啊 有打就有机会 我手上没有那个歌啊 这个我 容我下礼拜一啦 好不好 因为我 我手机乱七八糟 我一时间间找不到他的歌 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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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应该是没有 我这边有的歌 应该是那个 我这边手上的歌啊 这首好像有 这个 这个在这边 来来来 谁呀 啊谁呀 啊我的故乡 马路上灯火辉煌 大街 小巷 是人来人往 披上的 节日的盛装 社会主义的高楼大厦 住立在古老的深耀 那是我长年居住的地方 自立更生重建家乡 亲人啊朋友啊 此乡的母亲 愿你在平安的路上 生活的道路是多么的漫长 而今我向往的地方 有朝一日我重返盛阳 回到我旧别的故乡 我和那亲人就欢聚在一趟 共度那美好的时光 好 这个是我们沈阳的这个林染啊 这在大陆他们说叫红哥 这是林染的爸爸 他们那个年代的歌 那林染是跟这个 刚中奖那个吕小姐 他们是朋友啊 就是我一直找不到吕小姐的歌 所以先播这个林染的歌 这个刮带一下 来来来 我先念一下我们今天那个 网路意见调查的这个题目 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主题 台湾民主基金会发布民调 不是台湾民意基金会 台湾民主基金会 如果台湾宣布独立 导致中国大陆攻打台湾 有63.8% 这个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 请问你相信这个民调数字吗 我不是问你愿不愿意为台湾而战 因为这个题目有问题啊 我后来下午想一想 我觉得我被骗了 这个题目有问题 你相信这个民调数字吗 相信 或者不相信 或者不知道 我们有三个这个选项 请大家参加我们的网路投票 请大家这个 因为今天这个 很多朋友都跑去 这个元旦假期的 元旦的廉价 所以这个 请大家多多按赞跟分享 他参加这个网路投票 你相信这个民调数字的 阿智给我第一标 这个 来我们切那个画面 那个民调的那个画面 第一张那个台独的那个 是这样子的 因为听众朋友 因为台湾民意基金会呢 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 一般的基金会 它是我们政府出钱的基金会 这个不一样 台湾民主基金会的 这个董事长呢 民主基金会董事长 就是立法院长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 是游英龙 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 第一任的董事长是王金平 王院长 因为这是王金平 他一手这个规划成立的这个基金会 所以这个基金会 从2002年到现在有20年了 20年了 所以呢 这个立任的立法院长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 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些董监事啦 然后就是由各党的这个政党代表啦 专家学者所组成的 这个叫做台湾民主基金会 所以呢 这个基金会 它并不是一般民间的基金会 它是由政府出钱出资的一个基金会 有点智库有点白手套的味道 那他今天公布这个民调 其实我看的是一堆的问号 我们待会要先进下广告 先进下广告 待会来跟大家逐一分析一下民调的陷阱 我是陈辉文 我刚广告时间努力想了一下 我也不太确定我是怎么认识新疆吕小姐的 当然是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在聊天 是什么新闻事件什么的 其实没有很长的时间 这个人生就是这样 这个一段一段的 这个2022年 刚刚跟大家讲说 这个今天是2022年的 我们非得晚餐 这个直播 到今天 下次再跟大家见面就2023年了 那我自己在2018年的11月 有一个这个重大的转折 其实这个跟大家聊聊 因为这个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电台 我们非得电台 在2018年的11月 阿智颖那时候来了没 201811月你还没来 就是 这是后来才来 2011月的时候 我们电台的老板 他突然觉得说 我们这个 就整个媒体环境的变化 然后呢 他认为应该这个 就是你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 他认为应该开直播 就除了我们的这个广播 原本的这个平台之外呢 要在网路上也同步的播出 就是多平台 就是他们有一个行话叫做 多文发布 好像多文发布是什么东西 我也是后来跟一些这个 同业跟一些前辈 请教叫多文发布 就同一套的content 他透过不同的平台 譬如说我一个直播 我在YT直播 我同步也在Facebook直播 多文发布的这个方式 那像我们本来 我们本来费力晚餐 就是在广播on air 然后呢 透过这个 这个 这个YT 我们其实我们 最早开始 我们是在FB直播 在脸书直播的 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 后来就改到YT来 那当时从FB改到YT 这个 这些网友啊 也是这个哀鸿遍野 因为他们习惯啊 他们习惯在FB 这个聊天之后 又突然又改到YT 也造成大家很多的这个不便 非常的抱歉 就是平台的这些 这些转换 当然所以我跟大家说 有时候 有时候 不是只有大陆的网友 帮我们台湾的朋友也是这样 听众朋友也是这样 有时候都是一阵子一阵子的 然后像我从06年到现在 也在电台1617年 16年了 2006嘛 我2006的7月来了 现在是2022 快2023了 所以来自十几年了 然后 当然听众朋友 我就说 其实大家珍惜 这个缘分 这个有时候来来去去 我先讲个笑话 同样的题目 同样的这个 阿智你切回刚刚那个题目给我 就是我们网路投票那个题目 同样的题目 我中午的时候问说 你那 我说有64%的人愿意一战 那你愿意一战吗 我中午在我直播的时候 我是这样 你愿意一战吗 结果呢 有9%的 9% 我的YT直播的网路投票 有9%人认为说 我也愿意一战 我愿意跟随这64% 63.8%的这个民调一样 我也愿意一战 那我看到一开始是4% 后来变9% 我看到这个 这个percentage 我就想说 你也是在我自己 YT的直播 我就说 那你投愿意一战的呢 请你在聊天室打111这样子 让我知道你是谁吗 对不对 大家好歹认识一下 结果呢 有9%的人投愿意一战 那敢在聊天室打111的 只有一个人 只有桃园的小徐啊 他一个人打111 其他打111的人都躲起来 都没有 我又没有要骂你 我又没有要ban你 我只想知道你是谁 然后他们都躲起来 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桃园小徐说 对我就是打111 其他人都躲起来 另外9%的人都躲起来 哎呀我看得快昏倒了 我在那边求爷爷 告奶奶 讲了半个小时 我讲没有人理我 你知道吗 你问中午有来看我直播的人 逐的桃园小 那桃园小徐 为什么他愿意一战 你知道吗 因为他是现役军人啊 他是代退的少校啊 他是这个 这个一朵梅花的这个 是我们军阶的少校 我要跟他敬礼 这是我们的我的长官啊 我是少尉嘛 他是少校 那他他已经要退了 那这个准备要退 他是现役军人啊 那如果老共打过来 他怎么愿意站 他当然 你不站也不行啊 不然你要去哪里 你如果不去站 你就变逃兵啊 开什么玩笑 就一个人 那现在在参加我们这个 这个网路投票朋友 因为我们也查不出来啦 好你要投相信 因为我现在题目换了嘛 你相不相信这个民调数字 你要投相信也好 你要投不相信也好 你要投不知道也好 那是你的自由 好 啊你不要怕 这有什么好怕的呢 对不对 我待会第三段再来问 你相信就相信 不相信就不相信 你为什么要 要 对不对 要 为什么 对不对 不把你自己的意向 表达出来呢 你为什么要隐瞒你自己呢 你就大大方方的告诉大家 对我就是相信 我就相信63.8% 这个会愿意为台 这个为保卫台湾一战什么的 这个哈 哎 来没关系 啊这我们再切尾这个题目 那我刚才也跟大家介绍 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这个 这个 有原有啦 那大家知道他的背景 他就这个官方色彩非常浓厚的 这个由立法院 主要是立法院组成的这个 这个基金会 所以董事长是立法院长 那你看到他董监事 除了那些政党代表之外 大部分都是立委 好像林非凡啊 林非凡就是民进党的负密 首长 零九万啊 他就是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董事 他是以政党代表的身份啊 这个是董事之一 所以我就跟你讲 他是一个 等于是立法院的基金会啦 我可以这样子讲 好 那现在的问题来了 他这个民调呢 他是五月啊 今年五月委托政大选严中心做的民调啊 那你五月的民调为什么现在公布呢 现在是12月 今天不是12月30号吗 你为什么现在公布 你五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呢 还是你五月时候有公布 我们都不理你呢 这我觉得这个民调公布的时间也很 很奇怪啦 因为你五月做的民调 现在公布这个逻辑 是讲不上 你要告诉我这时间点这么巧合吗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有点这个 因为我认为这个是认知作战 这个是台独的认知作战 这种形塑的氛围 我的 因为民调是这样子 民调题目的设计他是有学问的 所以我们是真的有民调专家 那我不太相信高宏安是什么民调专家 因为高宏安他瞎掰的这个调和式民调 是没有人听过的 我那时候选前 我不是一直在批评他这个吗 我跟他讲比较 也不要啦 也不要讲得太难 就说因为我必须去查很多资料 就当年的资料2019年的资料 你2019年的事情 我再怎么记忆力再怎么好 我也记不得 更何况 我现在也不像以前 不像我刚出道那几年 我也一把 也不能讲一把年纪 就我的记忆力没有以前那么好 坦白讲 那我继续查2019年的资料 那查了资料发现说 当年批评这个高宏安 对不起 批评高宏安民调的 有遇到这个 就是查资料 当年出来讲的 因为民调很多 各大专业像很多专门在研究民调的人 其中就看到庞建国教授 当年的这个声音 在2019年的时候 他也出来 他就这个 庞教授他当年他就讲说 这个他起起以为不可 没有什么调和市民调 没有什么调和市民调 所以调和市民调是假的 高宏安当选新竹市长是 他的本事 他当选了我恭喜他 可是他当年瞎掰的调和市民调 那就是假的 你说学民的眼睛是学亮的吗 我是不相信 那他这当选就当选 当选的就好好做 我的基本立场是这样子的 那我刚跟各位讲说 民调是学问 你看 你看那个题目上 这个题目上 我把这个题目再念一下 这个题目是有玄机的 是第三标给我 你看这个题目 如果因为台湾宣布独立 导致中国大陆武力攻打台湾 请问你愿不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 这个题目是调诡的 那比如说他的民调上面写中国大陆 你看他今天很多电子报小编 就直接把他写中国 那我中午我也被骗了 其实我后来去调原始资料 因为原始资料 我中午的时候跟他解释 我调不到 我有请我 当然我也有我的朋友 我的人脉关系 我有赖他们 他们把资料找到赖给我的时候 我直播已经结束 我那时候已经在吃便当 他传来说我已经在吃便当 你满好了 当然是谢谢 谢谢很多好朋友帮忙 把原始的民调档案调给我 其实这个题目是调 因为他的民调是写中国大陆 他就不会去写 不会去写中国 因为如果是独派他就直接写中国 他因为他是立法院委托政大学员中心做 所以他的民调是写中国大陆 这是比较中性的讲法 我认为就直接讲大陆就好了 那如果很独很独 他就直接跟你讲中国 那各位听见朋友 这个民调的问题在哪里呢 你注意看 这个中午我也没有看出来 很抱歉 你看他的前提说 如果台湾宣布独立 如果你宣布台独 对不对 如果你宣布台独 然后大陆是一定打你 这个东西我认为是不用讨论的 为什么 因为从历任 历任大陆的最高领导人 从以前的邓小平 前一阵子离开的江泽民先生 他们一路这样下来 包括胡锦涛 现在的习近平等等 其实大陆的基调是没有变的 就是只要你认同九二公司 什么都可以谈 你不认同九二公司 什么都不用谈 你如果台独 他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台独他是一定会动武的 这个没有什么好假设 你今天宣布台湾独立 他一定打你 他用什么打你 他怎么打你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一定会开打的 银弹飞弹 各种的 他能够使用的这些工具 他都不会放弃的 所以你看他的民调设计 他说如果台湾宣布独立 导致中国大陆武力攻打台湾 请问你愿不愿意 为保卫台湾而战 这两件事情是错的 我特别的严厉谴责 台湾民主基金会 跟政大的选营中心 所以我说你这个是认知作战 各位听到没有 大家醒一醒 你有听出来我讲的意思了吗 我也不去批评那些电子报的小编 因为电子报的小编 他们没有 不像我这样子看这么多民调 我后来拿到原始资料 一看我发现不对 我被骗了 我刚刚在T台没有很完整的时间讲 没有关系 我在这边慢慢跟你讲 我解释给你听 你看他是不是在框你 如果台独 大陆打台湾 你愿不愿意保卫台湾而战 这个题目是错的 这题目是不成立的 因为你宣布台湾独立 怎么会是保卫台湾呢 你宣布台湾独立 你是违反中华民国宪法 这跟保卫台湾有什么关系呢 你这是两件事情 他把两件事情把它包在一起 这是 很刻意 这很恶毒的 你再听一遍 如果宣布台独 大陆攻打台湾 你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吗 你这题目是错的 如果你宣布台独被大陆开打 那你为什么宣布台独呢 你明明知道你宣布台独 他会武力攻打 你还要宣布台独 这什么意思呢 那因为你宣布台独 导致大陆开战开火 那我为什么要保卫台湾呢 这跟保卫台湾是两件事情 你宣布了台独 然后大陆动武 然后你问我愿不愿意保卫台湾 那我先问你 那你为什么要宣布台独呢 应该是我先问你 你宣布台独干嘛 你把宪法给改了 还是你把中华民国给灭了 你要宣布台湾独立 你已经准备好了 银弹跟飞弹 要跟大陆一绝生死了 我给你拼了 我也不怕你武统 要打就来吧 我后面有美国 我旁边有日本来啊 你是准备跟他拼了吗 那你为什么宣布台独呢 那我更要请问游锡坤 请问台湾民主基金会 请问政大选严中心 你们这些叉叉 我想请问你 你做这个民调的目的是什么 你设计这个题目的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台独的认知作战吗 不就是为了台独 擦肢抹粉吗 你是在鼓吹 你在潜意识里告诉大家 不要怕 有64%的人愿意为台独一战 你不要怕 三分之二愿意为台独一战 那有三分之二啦 他的潜移默化是说 很像有三分之二支持台独哦 因为有三分之二的人愿意为台独一战啊 63.% 64%接近三分之二啦 如果我们宣布台独大陆攻打台湾 然后有64%的人愿意为保卫台湾一战 哇这乖乖这不得了啦 那明天就台独吧 各位听到没有 你看出他的包藏祸心了没 他的弦外之音你听懂了吗 他为什么去设计这个题目 他为什么要做出这个数字 他把两件事情 把他故意把他这个错误的连结啊 宣布台湾独立跟保卫台湾是两件事情啊 这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 你要宣布台湾独立 你要先问大家同不同意啊 你要宣布台湾独立之前 你要把所有的利弊得失想清楚啊 美国支持吗 联合国支持吗 国际社会支持吗 老共会有什么反应 老共要打你 你准备好了吗 你要跑去哪里 我们经得起打吗 哈 我们 我们的就是一个岛 然后他把你封锁起来 你是要怎么样 你到底想好了没 这根本就是 完全就是一个假议题 他就是要去洗白台独啊 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个宣布台湾独立 然后大陆打过来 有64%愿意站 保卫台湾 这怎么会是保卫台湾呢 当你宣布台湾独立的时候 就没有回头路了 你就变成乌克兰了 那你就是 就是你跟大陆谈牌 就是我要台独 我跟你玉石俱焚 我跟你拼了 我跟你豁出去了 那你考量了所有的后果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必再问 愿不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了 那就变成马英九当时讲的 首战及中战了 我是陈慧文 请大家踊跃的参加我们的投票 投票题目 这个已经在上面了 我们会投到50分 6点50分 来看看大家这个投票的结果 你相不相信这个民调数字 因为我觉得这个民调这样做 这个太刻意 这是一个陷阱 这是一个民调的陷阱 就跟你讲说 这个宣布台湾独立 然后大陆打过来 你就是你愿不愿意保卫台湾 他把这个事情做错误的连结 这个就在洗脑 很刻意 所以我为什么对台湾民主基金会 跟这个政大选业中心 这么的失望 这个真的 其实我们应该做更完整 更全面的 把台独的可能性跟可行性 利弊得失把它想清楚 他是需要辩论 需要论证的 可以谈啊 为什么不能谈 要谈台独的 要怎么台独啊 文攻武贺 你准备好了呗 非但赢但 你承受得了 那台独的我们就可以 真的能够进入国际社会 我们可以加入联合国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台独可行 就先不要讲老共要怎么打你 就说其他国际社会都 好好好 我们冒着跟老共翻脸的危险 我们承认台湾 承认台湾啊 让台湾加入联合国啊 先不要讲大陆在联合国 有这个否决权 不管他 不管俄罗斯跟老共有多好 这个也不谈了 反正我们国际社会 就准备接纳你们了 你们就勇敢的台独吧 你觉得国际社会会支持我们吗 他们会愿意跟 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大陆翻脸 然后来跟我们 来跟我们建交 甚至大陆可能跟他们断交 然后来跑来跟我们建交 他们放弃14亿的市场 然后来跟我们一个 2300万的小岛来建交 你觉得可能吗 你看这么多跨国企业 在大陆的生产链 产业链 他们在大陆的投资啊 各国啊 然后他们放弃那些东西 然后再跟我们 承认我们 你觉得这可行吗 你看看习近平去G20 习近平去APEC 习近平在中亚的那个 这个10月的时候 应该是9月吧 他在这个20大之前 到乌兹别克 哈萨克那边去访问 然后后来他到这个 沙烏地阿拉伯 这个海河会 跟这个阿拉伯世界那些 这个重要的国家 21个阿拉伯国家 跟习近平在 沙烏地阿拉伯开会 更不要讲大陆在 非洲的这个 庞大的这个影响力 非洲50几个国家 只有一个跟我们有绑交 史瓦地尼 大家记得吗 除了史瓦地尼 全部都是大陆的绑交国 你在联合国投票 我们有一票 我们就讲非洲 我们有一票 他有50几票 你要跟他投什么 我们非洲有一票 他有50几票 你想清楚的没吗 就不是说我要去 我也没有资格打压台独 就台独到底可不可行 是需要理性的这个讨论 跟一个过程 我们就是讨论这个太少 讨论那些废话太多 一些无关痛痒的 莫名其妙的东西 去上面打算 你到底要当四个月 还是当一年 那个根本不是重点 那不应该是重点 四个月 不足以训练一个基本的 一个新兵 是不够了 新兵训练 融入下部队 一个基本的战绩 那些操作什么 那是不够的 一年也不够 讨论那个是浪费时间 台独是个假议题 我们被台独这个议题 困扰了几十年 该是去面对它 你不去面对它 一直逃避它 国民党应该是负起这个责任 去戳破台独的幻想 不要再被蔡英文 跟赖清德的台独洗脑了 台独你走不出去 台独死路一条 你一天到晚在想台独 这到底在想什么 阿智给我那个幻灯片 那个王世坚那个幻灯片 给我那个王世坚那一标 就你看这个一月 我们不谈民调 不能谈民调 一月八号 要投这个台北市立委的补选 我给大家听王世坚 画面切了没 谢谢 这个坚哥在庙口开讲 这个你听听看王世坚讲什么 这坚哥是这个值得尊敬的 因为在那种群众的场合 庙口开讲 这个王世坚很快就人来风 你听听看王世坚讲什么 他中间有简介了 我必须跟大家讲 就是这个 这个自由需要代价 到1月8号中间 你可以很明显听到 他有简介 这个我侧录的是 这个友台的这个画带 这应该听得清楚 我再不会 其实坚哥就是他在 因为那个 这个吴亦农的选区 有一半是王世坚 他四亿人的选区 所以坚哥是中山区 吴亦农的总督导 这几天都陪着他扫街 拜票什么 这个是 因为王世坚在那一区 他是这一次 126他拿到最高票 那他也全力的服选吴亦农 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王世坚讲那个 我是觉得有点疑问 你再听一遍他讲这个 这个实在是很奇怪 来 这个我能够理解坚哥的意思 因为基本上就是投尾亦农 就投给习近平看 这个是对民进党的支持者 最大的洗脑 那种吹票的动力 因为 我们这票投给我们自己 投给我们的子孙看 也投给中国 投给习近平看 你投给自己 投给你未来的子孙 投给你的小朋友看 也投给中国 投给习近平看 那算不去打得不行 你也好了 我想说请问王世坚 习近平知道吴亦农是谁吗 习近平这么忙 他会知道吴亦农是 习近平 我想以 一个大陆国家主席 共产党总书记的那个高度 他根本不会在乎 1月8号的补选 1月8号的补选 是谁当选 跟习近平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根本不在乎这个 甚至1126 来这个坚哥 我跟你吐槽一下 民进党1126的惨败 习近平应该知道 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地方选举 九合一选举 民进党输得黑黑黑 这个习近平应该知道 他大概知道说 台北市是讲万安 然后这个谁谁谁 他大概知道国民党哪几席 民进党哪几席 他大概这个习近平 因为他是这个中共 对台工作小组的 召集人 习近平他长年在这个福建 他最近不是换了国台办主任吗 那个国台办主任对台湾也很了解 他不会去在乎吴英龙这个东西 吴英龙是 是那个 好阿志你统计一下 统计一下这个网路投票 来 各位听听朋友 你也知道我的死脑筋 来来来 那个各位同学 我们的那个网路投票 50分已经截止了 这个现在阿志正在统计这个数字 来 请你告诉我 你勇敢的讲没有关系 我又不能干嘛 我现在现场在直播 我又不能骂你或什么的 这NCC在看你嘛好的 请你在聊天室告诉我 你相信63.8% 你相信这个民调数字 有这么多人愿意为 宣布台湾独立 为保卫台湾而战 你相信这个数字的 请你在聊天室打三个一 好不好 你刚刚都敢投三个一了 你刚刚都敢投你相信的 你打三个一 不相信的就别打了 真的有人投 一定有人投三个一 有人投相信 投相信的打出来 不要怕 我不会ban你 我有那么没风度吗 因为你投三个一 我就ban你吗 我是那种人吗 你不要以这个君子之心 度小人之父 你投三个一你就写 不相信的请你打三个二 来来来 不相信的打三个二 相信的打三个一 不相信的打三个二 建宗打三个二 来来来 邓兰湘谢谢你 李平安这是老人 赵子军身体好一点没 来来来 相信打三个一 不相信打三个二 来来来 大明兄 你今天为什么会有来 你马好了 嘉欣学弟你来捧场了 我来宣布这个 阿智你把他做 有有看到了 来 台湾民主基金会发布民调 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导致 中国大陆攻打台湾 有63.8%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 请问你相信这个民调数字吗 不知道没意见的是3% 不知道没意见是3% 相信真的有63.8%愿意出战的12% 有12%的人相信 不相信啊 如果开战会跑光光的 有84%不相信 可是有12%的人相信 会有63.8%愿意出战 这12%的朋友 你们埋伏在我的直播 来收看我的节目 真是辛苦你们了 你们一边看一边骂 我不晓得这样子 有对你们身体健康 听程卉文说 我一天气得要死 不知道你说什么叉叉 然后这一边听我讲 一边很生气 然后一边看 这12%的朋友 辛苦你们了 谢谢 谢谢你们的捧场 极光没有错 你讲的没有错 台独就是在引战 台独等于是准备要开打 好不好 为什么会有999呢 这个选项哪里有999 我都看不出来 沈淑娟丢来凶 不会啊 他们看得很高兴啊 沈淑娟 我中午的直播是9% 因为题目不太一样 这边是12% 平常一般来讲 当然是10%啦 霧飞霧有来吗 那个没良心的东西 霧飞霧 不知道躲在哪里啊 他还在那边笑我 惠文哥 你每次大概都有10%的人 不管在飞猎晚餐 或是在我自己YT的直播 就有大概10%的 这个10个百分比的朋友呢 是跟我对着干的 你讲东他就讲西 你讲南他就讲北这样子 他也很清楚我的立场 我的意识形态 我的想法都很清楚 这10%的朋友也是我的铁粉 我中午直播他也来 我晚上开广播他也来 然后有网路投票 他一定要参见 他也猜到我的答案是什么 我个人的答案是什么 他也猜得出来 他就是要投跟我不一样 我也要跟这个12% 今天是12%了 跟这12%的朋友 跟你讲一句 这个Happy New Year 不管你是头一头二 或是头不知道 一一二二都一样 至少我们同这个时间点 我们同时都在 飞碟联播网的广播的直播 还有我们YT的聊天室 对不对 然后你相信有63.8% 我也尊重你 那你不相信 我也尊重你 因为这个没有标准答案 对不对 大家别往心里去 我也特别的赞赏 刚刚愿意勇敢的打出111的朋友 你投111就投111 你是你怕谁 我是来得及ban 你们那么多人打111 我要动手也来不及 我不会ban你们 结果你们来也是捧个人场 我ban你干什么 对不对 这个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当然人越多是越好 你们愿意来捧场 我也是非常的感谢 只是说大家的看法不一样 我们需要的是讨论 需要的是辩论 更多的各种市政来综合起来 就我刚讲说习近平最近的外交的初级 从印尼的G20到泰国的APEC 到沙尔地阿拉伯的海河会 他的外交战是基本上是成功的 那个就是安排好的 这么多国家包括拜登 包括法国 德国日本韩国这些主要国家的都跟他见面什么的 其实国际社会是选边站 然后在这种节骨眼我们觉得 其实应该去把我个人看法大家参考就说 我认为我们在讨论我们的未来的时候 应该先把台独给删除掉 因为他不可能 他不可行 我很粗浅的看法 但你说我们我要再讨论一下 再讨论一下 我先讲我的看法 就我认为那个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就不要再讨论了 对不对 你知道他不可能发生我们要台独 然后各种的国际的现实讨论之后 走不通 走不通就不要再讨论了 就把这个选项划掉 然后来讨论其他的可能选项 要怎么跟人家谈 那我是觉得 如果能够做民调带风向 我很想做民调做一题说 无论统独 无论维持现状的统独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坐下来跟北京当局谈 先坐下来谈再说 我们现在不是 什么都没有谈 就是我们四个月延长为一年 然后如果台独被打的话 我们愿不愿意为台湾一战 我们已经跳蹄了 好不好 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拜拜 谢谢